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今天呢,我們要來做一個看一下有補光燈 然後影片會差多少的一個開箱紋 好,那這樣子看起來是不是很像佛光普照呢? 靠這個遠好像不夠大 這樣就不能看起來很佛光 好啦 然後我們來做一下這個燈光的比較 那現在是高強度的亮光 那這個亮光它有暖色系跟那個冷色系 那我們試一下 這是冷色系的 那這個看起來應該是要製造懸疑恐怖的感覺吧 這種燈光 然後這是超暖色系的 那你會看我皮膚非常的黃 那拜眾人大概就需要這個吧 然後這個燈光很強的話,你看喔 這個亮到爆炸 然後我們把燈光關掉 然後你就會發現 欸,這畫質就其實會變差 然後我還後來發現一點啦 那個 就是你影片有沒有後製 是有差的 差還蠻多的 那這就是 某一個香港的客人跟我講說 我影片怎麼 看起來那個 亮度 不是亮度啦 是說那個 看起來霧霧的 那霧霧的就是 因為其實你燈光不夠的時候 攝影機會自動 調整它的那個解析度啦 那這樣子比較 也就是說光圈還有那個感光度的那些問題 然後綜合起來得到的一個結果 那所以說呢 如果你有補光的話 那影片的品質會提升還蠻多的 然後現在我用日光燈 四盞 然後我把它調成 三盞 三盞的亮度 再一次 好,這是一盞的亮度 你就會看到 欸,我人就暗了非常的多 好,我們調回來 然後黃色的 好,看起來就像恐怖片之類的 好,那 那 這是四盞 然後我們再加補光燈 然後看起來就會像 類似比較 綜藝節目的那種感覺 那但是呢,如果你需要的話 其實你要用多角度的 就是說呢,你這燈源不應該只有一個而已 那 我之後拍影片呢 也會盡量讓那個光源 照得好一點